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Steven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关于斯芬克斯搜索引擎的后续课程 那在讲这节课之前呢,咱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跟大家讲的一些内容 那在上节课里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斯芬克斯搜索引擎的一个概念和认识 然后呢,接下来又带领大家安装了这个斯芬克斯 并且在命令行,在那个CLA命令行界面进行了一个测试 那这节课呢,主要是带领大家来安装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SIC的一个安装和测试 那这个COSIC呢,是在这个斯芬克斯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个中文分词的一个结构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小节 COSIC的一个简单介绍 我们来看,COSIC呢,是一款中文全文检索搜索软件 以GPLV2许可协议开源发布啊,是一款免费的开源软件 基于呢,斯芬克斯研发并独立发布 基于斯芬克斯研发并独立发布 因为这款斯芬克斯呢,它只是支持这个英文的分词 英文的这个分词,然后咱们中文的分词是这个搜索技术里边比较头疼 比较头大的一件事,因为中文比较难学 它里边可能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奇遇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国内呢,做的比较好的中文的分词啊,当属于百度 百度就做的比较不错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 中文搜索和信息处理领域 中文搜索和信息处理领域 适用于行业垂直搜索,论坛站内搜索,数据库搜索,文档搜索,信息检索,数据挖掘等应用场景 关键是用户呢,可以免费下载使用 免费下载使用 这个是我们对Cosic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简单的一个认识啊,它是基于斯芬克斯 在那个斯芬克斯的上面开发出来的一款 能够支持中文分词的一款搜索引擎 那看完了这个Cosic的一个简单介绍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接来看啊 Cosic的一个安装步骤 在安装这个Cosic之前 我们需要安装一下这个MMCIRG的一个安装 来看一下这个安装 都是非常的简单 之前同学们如果安装过 原码编译过LAMP或者LNMP环境的 都应该知道这个编译原码的一个过程 就是先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然后解压 解压完了以后 Config根据我想编译的不同参数 然后跟它Config,给它Config Config完了以后,MakeInstall 这个是咱们通常通用的一个步骤 那最可能出现问题的就是在Config和这个Make 的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个错误 如果有同学还不明白这个编译软件的这个过程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咱们学院啊 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讲的一个LAMP和LAMP的编译软件的一个课程 好,那咱们不多说 在我们练习之前呢 还是老规矩啊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CentOS的这个虚拟机 我这个CentOS应该是5.5以上的一个CentOS的一个虚拟机 给它打开 并且呢用这个CentOS CRT 啊,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连接啊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 这样体现的话也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具体的安装连接方式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直接带领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直接给它上传 已经准备好了,Cosic 我现在用的这款呢 是Cosic 3.2.14 也是用的比较多的一款 然后先给它 第一步先给它进行一个解压 解压的命令是它 解压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目录下面有一个Cosic 进到这个目录里边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两个文件 第一个是csft 第二个是mmserg 这个是我们将等会进的这个readme readme就是一个说明书 testpack里边都是一些包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testpack里边有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api 这个文件里边有什么 斯芬克斯.php 斯芬克斯.py 这是它的一个测试 还有一个测试 剩下都是一个测试 主要是这两个 这是斯芬克斯 就是连接php的斯芬克斯的一个 php连接斯芬克斯的一个api 这是python连接斯芬克斯的一个api 这个后续在下一讲的时候 我用php连接斯芬克斯的时候 会跟大家具体的介绍 具体的介绍 具体的介绍 还有这里边有java的 啊 还有liberchamel client 这块是 呃 这个不是 这个是等会咱们编译的时候需要用的 然后这个是ruby的 ruby的语言 都支持 我们再来看 还有这个etc 这是它的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好 我们再来往上往上走 再来看vr下 vr下同样的哈 就是在上一节跟大家讲的这个编译斯芬克斯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vr目录啊 这个vr目录呢 一般就是存放我们数据文件 还有这个日志文件的 data就是存放数据文件的 这个log呢 就是存放这个 这个没有 这个日志文件的 我们如果有什么报错日志啊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里边啊 非常的清晰目录结构 好 那首先呢 有了这个目录结构以后呢 我们先来进到这个mmsirg里边 我们来看 有一个config 我们先来进行编译 我们呢 给它 给它编译到usrlocal下的mmsirg3 啊 因为是这个三版本嘛 大版本是三 好 我们来进行编译 当然 在过程中啊 我们需要给它安装 它基本的一个包的GCC啊 这个包我们都需要 给它进行安装 我想这个 长长短长短 还是 得看自己机器的性能 好 我们来看哈 它报了一个错误 configure status error can not find the input field makefile.in 我们来看 有没有makefile啊 它已经有了 有了以后呢 我们 它这个可能是缺少这个 一些 不等文件 那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需要 这会给大家 补上 遇到这个文件 我呢 我们先跟大家来演示一下 先不写 然后 要这种情况 我们只需要automake一下 然后再去评论一下 好 这样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个 config 这个应该就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给大家再 再补充一下 方便大家再下去使用 在下去的时候复习 我们使用 automake automake it shakefile.in to 好 这个是遗漏的 这个是跟大家补充一点 好 补充一下 然后呢 我们继续再来 再来往下看 好 这样的话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好 install path 它是config config fusion 这是它配置的一些选项 然后呢 config config完成以后呢 我们来make 我们先来make 先不要给它连打 make的过程中啊 就是成了一些编译的 一些二星期的一些文件 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也是根据自己机器的这个性能 它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最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出现这个问题 比如会出现一些连续的出现一些error 一些warning 这些错误的话 不要着急 到网上去搜一下 来解决这个错误 好 我们再稍等一下啊 make make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make install 好 我们来看啊 这个make过程中 它是没有出现错误的 没有出现错误的 你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make 我们来看最后这几行 living living directory living directory 你留下这几个目录 我们不用管 然后我们先再来make install 来把这个编译好的这些文件来进行安装 我们来看后面啊 我们来打local mmsk 好 已经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了以后 我们再去这个mmsk算项 我们来看一下 进到bin目的下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mmsk的一个 一个一个 二进制的一个包 你这个可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说明这个mmsk的 它是安装成功的 安装成功的 这里边有它的一些配置文件 我们只需要有它一个mmsk 说明它就是安装成功的 安装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进到这个安装下面 好 这个mmsk就安装成功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出现这样的错误以后 我们使用automake 然后解决完成了以后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编译 进行一个config config完成以后 我们再来进行make install 好 那安装完了这个mmsk以后呢 我们再来安装这个config 我们再来安装这个config config呢 我们不是这个私生公司了 我们是这个csftft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 实行这个编译 我们再来安装这个文件夹下面 我们再来进到这个文件夹下面 它有一个buildconfig的sh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执行 它应该是给咱们提供了一些 automake autoconfig 自动的会设计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就跨过这一步 然后我们直接进行一个编译 算了吧 我们直接对它进行一个粘贴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在myscircle myscircle目录 不是myscircle 然后刚刚立不行 usrmmcircle3 includemmcircle3 usrmmcircle cosec 好 最怕进行一个config 做到config的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讲解 好 接下来呢 config成功以后呢 我们 然后对它进行make make install 好 刚刚config的时候呢 忘了跟大家说了 刚刚我刚mycircle 这个mycircle就是 我们需要装这个mycircle 这是它mycircle的一个路径 你自己的mycircle在哪个目录下 最后就写在哪个目录 然后进行make install 然后我们在配置带有中文分词 斯文克斯配置文件的时候呢 它和这个我们上一次 上节课配置这个斯文克斯的步骤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在这个cosec中 我们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待会儿就跟大家一起来介绍 好 这个config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make 好 先让它进行make 然后呢 我再继续接下来跟大家讲这个 注意啊 在cosec中的配置文件是csft.config 而不是斯文克斯.config 这个其实不是强制性的要求啊 如果是你比如说你叫一个 随便叫一个其他名称 不叫csft 这个csft.config是 是这个cosec默认会加载的这个文件 那如果你不去不写成功 那就是说我任性啊 我就不写这个csft 就写一个csft2 好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在下面启动的时候 我们必须给它加一个参数 加一个参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ke的一个进行 稍等一下 make的时候会比较慢一些 那在等会我们安装完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会到这个cosec的etc目录下 然后给它配置文件 所以下面这些好像都是对它做一个更改 配置文件都更改 其他的地方呢都和上级的中文的配置一样 就这下面修改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是主数据源 主数据索引 主数据索引 主数据索引里边 我们需要把中文分词的这个配置 加到这个配置里边 加到这个配置里边 我们稍等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说 它的这个配置就成功 cosec这个配置就成功 好 那在等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个cosec的安装也算是成功了 好 那成功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到那个cosec cosec目录下的etc 目录下的有一个斯芬克斯 一个斯芬克斯 dhx com.disk 然后我给它 用这个srloc下的cosec 然后保存一份叫做sfp.com 好 我们编辑这个 好 刚刚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 你的一个配置文件的主要编辑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这一块呢 我就不跟大家讲太多了 这个就是和咱们上一节课 编辑斯芬克斯的时候 啊 都是一样的 斯芬克斯的配置文件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这块我就跟大家快快的过一下 soc.soc 然后再往下看 再往下走 往下走 soc.query 这块不用改 然后到这 soc.query 我们需要把这块给 去掉 然后soc.query 在这边呢 我们没有这么多 这么多字段 所以只有idtitle和content 然后brand是art article这张表 然后继续往下走 到这 把它给注释掉 把它给注释掉 这个query info 也是这个表明 可能叫 DRTLM DRTLM 我们来看一下 256行到 256行到 259 259 然后 然后 给他进行一个注释 这是他的一个增量数据员 我们这块 先不跟大家讲 稍等一下 好 这是他的主数据员 所以 不用所以 嗯 也是叫做man 然后数据员 叫做man 数据员 放在这个data下的man 下 好 然后再往下 这块都不用改 然后把这个停词啊 好 好 我们到这块 插赛的tab 插赛的tab 我们要把他改 我们要把他改成的 就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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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MM这个他这个PC目录下面有好多中文文词的一个配置 我们需要把这个目录给他指定到 好指定到以后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往下走 好到这 这是增量数据员的一个 一个数据 增量数据员所以 我们同样也是给他注释掉 好 那是增量数据 同样就是要4993行 到这个520行 好到这 我们再来看memory limit 32兆 我们这份给他128兆 好那到这块这个配置就差不多了 下面是36P这个 用PSP连接 我们就要启动了一个 好对这个COSIC进行配置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来接下来来进行测试一把 好在测试之前呢 那我给大家来在这个MyCircle数据库里边 因为我们需要通过对这个MyCircle作为咱们这个数据员 我们用的是这个MyCircle 这个Test的数据库 Test的数据库 Test的数据库 然后我们收一下Pables 我们来看一下 Cosic搜索 然后Cosic LNMP 它这里边这个乱码 乱码咱们用网 它是中文 因为我这个Linux这个机器里边 可能没有这个关于相关于中文的这个编码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准备了 一条语句 Cosic搜索 然后MyCircle 大家加两条 加两条 然后咱们做一个测试 好 加两条 把它插入到数据库里边 插入到数据库里边以后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里边跟大家讲过 在bin目录下里面有一个indexer 它是用于生成这个主所影员的 主数据的所影 主数据的所影 然后我们来看 indexingman 然后 total一共9篇文档 然后一共241个字节 241个字节 这是它读的时间和写的时间 这是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 好 所以形成以后 我们来 同样使用这个search search search 我们来搜一下med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从这 在上面是Cosic 4tags 3.2 然后基于是4分4 0.9.9的版本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版本的一个说明 然后我们从这开始看 using configure file 这是咱们刚刚我给大家编辑的这个配置文件 它会读取这个配置文件里边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然后生成这个主数据所影 然后生成这个主数据所影 主数据所影 indexingman 这是咱们刚刚编辑的 主数据所影 所影 主数据员所影 然后query 找谁 找mite 然后返回三个文档 在0.012秒之内 非常的快 然后display match 第一篇文档 document id14 id等于14的这篇文档 然后title title等于Cosic的搜索 call content等于mite 让大家来看 这个是在这个mycircle里边 它是一个乱码 这个可能是我mycircle之前编译的时候有问题 但是在这儿它就不是乱码 我们来看 它的id等于15的 content等于mite id等于16的 title等于Cosic搜索 它那边的mite 学院Synthes 这是咱们刚刚给大家添加的这两条数 两个数字 它都进行了一个所影 然后words mite 三document 然后词评是三词评是三词 mite mite 学院 mite 学院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 如果我输入mite 学院呢 输入mite 学院以后呢 它会把mite 和学院 给它拆开 给它拆开 来进行搜索 同样是mite在三词文档里边 有词评是三词 我都会把这个关于mite 学院的这个给它搜索出来 就是这么两词文档 两词文档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整个对这个Cosic 这个中文分词的一个安装 和它最终的一个测试 和它最终的一个测试 都在这里边了 都给大家已经演示过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本次课程的一个 一个主要内容 主要就是跟大家先讲了一个这个MM4 先安装这个MM4 它的安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在这个随后我们安装的这个Cosic中 它出现了一些问题 出现了一些问题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次课程主要讲的一些内容 希望同学们呢 能够在课后能够按照我给的这个文档 按照我给的这个说明 然后自己去练习安装 一定要自己去练习 不能光看我的我讲的 不能说看懂了就自己就会了 对的 然后呢 自己必须要务必要练习一下 好吧 好 那本节课程呢 就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 咱们的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